第四名獵人 對上一隻怪獸的特殊不對稱創意玩法 以四名獵人對上一隻怪獸的特殊不對稱創意玩法 贏得無數評論推薦 躲下超過 60 項遊戲相關獎項 更創下史上唯一賽程年度 獲得 E3 和 Gamescom 兩場大展 整場最佳遊戲殊榮的驚人紀錄 超強大作惡靈進化 終於在本週推出囉 相信有在關注這款作品的玩家都已經摩拳掐掌 準備投入這個終極殺戮戰場了吧 事不宜遲 咱們馬上就來看看 是獵人能將怪獸一舉成型 還是怪獸將獵人給吃乾媽淨 主打四對一特殊玩法的惡靈進化 在發售之前就展開多次測試活動 雖然只開放了部分的對戰地圖和可以使用的角色 但不同兵種之間的戰術與技能搭配 就已經讓玩家感到這款遊戲有著無限的可能 戰術相當多樣化 而正式版的遊戲內容當然就更加豐富囉 在遊戲中 玩家可以扮演像是戰士的 Goliath 遠程法師的 Kraken 和擅長偷襲的 Rose 三種玩法截然不同的怪獸 對上人類突擊、誘捕、衣物和支援四種不同的職業 共12名的星際獵人 四人一獸將在蠻荒星球的16張地圖上展開殊死戰 惡靈進化提供了許多種遊玩的方式 包含了經典的獵殺 防衛人類基地的防守 破壞怪獸染的巢穴 以及拯救生還者的搜救 欸 你說你全部想要一口氣玩到啊 哈哈 那參加特殊的撤離戰役就對了 撤離模式用獨一無二的方式 將遊戲當中的所有地圖模式 獵人和怪獸結合起來 產生五個回合隨機的任務目標對戰 總計有超過八十萬種可能組合喔 人類與怪獸之爭才正要開始 在下次的節目裡 電玩瘋還要帶大家更加深入口吸惡靈進化 傳授給玩家們最需要心機的線上對戰的攻略技巧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囉 終於你的了解 祈福 impressive 在下五次試驗的時候 為了個主進化 迅速報告